如果您是大爱台的忠实观众 会知道每天中午1点30分 大爱台会播出祈祷 这首慈悸歌曲 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透过画面一起祈求人心进化 社会祥和 天下无灾难 而这三个愿望 出自于1995年1月2号的 正言上人开示 在前一年 慈悸志工接连前往中国大陆 卢安达以及柬埔寨等地 救助遭受水患和战乱的灾民 而这些苦难 其实是源自于人心 因此进化人心 从此成为慈悸志工的使命 每到了农历年前 各地慈悸志工会开始 举办岁末祝福活动 邀请社区民众 分享一年来慈悸人的足迹 并且在会后 共同祈求人心进化 社会祥和 天下无灾难 而这三个愿望 是真言上人 在1995年所提出的 希望 普天之下人人心心健康 也希望普天之下 社会可以相和无情 也希望天使顺利 无灾无难 而在此之前 正言上人每年都会祈求三个愿望 不求身体健康 只求智慧敏锐 不求世事如意 只求毅力勇气 不求责任减轻 但愿力量增加 之所以会在1995年 增加人心进化这三个愿望 是因为1994年 此几人几乎一整年 都奔走在国际间 援助苦难灾民 1994年12月24号 慈禧志工前往大陆广西省 溶水县震灾 一浪一样的军用卡车 载着大米和棉被 要送给遭逢水患之苦的居民 同年10月20号 慈禧志工才刚前往广东省 连江县制赠大米 因为1994年7月 华东6省遭逢百年大水 而同年的6月份 柬埔寨连续三个月豪雨不断 全国13个省份受灾 慈禧基金会 接获柬埔寨内务部的求助函 勘灾团员在同年11月前往勘灾 先制赠抽水马达 还有发动马达所需要的柴油和机油 12月再发放大米和稻种 当地的和宿将军 也协助赠灾团员勘灾和赠灾 同年4、5月 卢安达发动种族灭绝行动 数百万难民涌入萨域边境 而祸乱却在难民营中蔓延 导致数百万难民死亡 司机之工与世界医师联盟合作 设立三个活动医疗站 抚慰难民 天灾人祸苦难苍生 源自人心的贪嗔痴 因此只有净化了人心 灾难才有平息的一天 最最维持住的地方 我们下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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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下车的地方 使你这一天